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茶老将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今天这期节目是要为杨锦林带你去走读明智维新 来做一个不叫广告做一个说明 中国会不日本的后城吗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议论场有一种担心 担心中国会像日本一样 比如说楼市泡沫破面 老人化少子化人口负增长青年躺平 但是好像不太对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日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已经是富裕的 95年日本人均GDP是四万四千两百一十美元 虽然数据有升有降 2020年的最新数据还是三万三千八百元 中国呢 中国GDP总量全世界第二 但人均呢 据说只有1.27万美元 当然还不包括六亿人 月收入不足一千元 中国怎么会步入日本的后城呢 所以这个后城要怎么定义 恐怕就不太一样 今年六月会野村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郭潮明提出 中国正面临跟日本九十年代一样的 资产负债表衰退 他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 可能比日本三十年前的挑战更大 他希望中国的决策者 能够理解这挑战做出决策 因为这可能是中国几十年来 达到第一世界生活水平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这个关头处理的问题犯了错误 中国就会掉进去中等收入的陷阱 就会有可能像阿根廷一样 他说如果是这样 是非常非常的不幸 中日两国的近现代史的发展 经常拿来做比较 比较的比较多的就是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成功脱亚入欧 洋务运动失败了 这是一个大家的一个疑问 也就是说同样一个要现在化 或者西化 一个人考了九十九分 一个人考了零蛋 这样的心痛是刻骨铭心的 我们记得1842年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割浪了香港 赔款开辟通商口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到了1853年6月3号 美国海军的准价佩礼 四艘黑船 闯进了日本幕府的咽喉调地 江户湾 虎鹤港 就是今年东京港附近 以递交美国总统国师为由 用武力敲拆了日本的国门 十年之后 清政委的挽救 腐败 封建了大清王朝 尤其是太平天国之后 那么自上而下 开始了洋务运动 叫自救运动 日本呢 也有一群来自长洲藩 萨摩藩的武士 潜入木能天王的皇宫 年轻的天王在这些勇士保护下 向天地和人民宣誓 然后开始颁布了维新变化的招令 五条玉士纯 从此东亚地区两个大国 两个主要国家 一起走向了变革图强 以正朝纲的路 木能天王定国号为明治 明治维新 明治 那么好了 过了四十年 四十年之后 明治维新的洋务运动 走到了一个死亡交叉点 这是1895年 李鸿章代表清帝国的日本下官 我去过在春番楼签订 屈辱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 清国要赔偿两亿三千万两的白云 以日本 完成了日本的原始资本积累 洋务运动三十年来 最主要成就北洋水之全军护墨 这就是个洋务运动失败的句号 那日本利用了这笔钱 建立了金本位制度 推动了近现代工商业的快速发展 当然军工业和军国主义开始思想膨胀 马关条约的签订 对明治维新是一个新的起点 都在西化学习西方 为什么大清会失败 日本会成功 这个东西我想就是我这次想带大家 到日本的游学之旅的目的 以一线一带两点 去探究日本能成功 中国那时候能失败的一个原由 什么叫极限 这就是我们这次去的主线 这主线就是明治维新一带 制式的出生成长了诡计 诡计一批人 日本的明治维新的豪杰辈出 最重要了维新三杰 西乡农盛 大九宝利通 幕户笑颖 两个是摩萨藩 也是今天的入尔岛 另外幕户是沾口县 今天的长州 西乡农盛不得了 岛幕户将军的统领 推翻了德川幕户 大九宝利通跟李鸿章一样 号称的东阳帝斯麦 一手铸造了明治维新 做日本的政体 那么从摩萨藩 也就是乌尔岛走过来的 杰出人士 还包括日本海军的地道者 东乡平巴郎 一个矮矮的 貌不惊人的这么一个矮个子 他就是日本海军的地道者 陆军元帅大三年 第二任内阁的总理大臣 黑田青龙 他的目前来的东京附近的脚外 我们也会寻找西乡大宝酒的足迹 参观西乡的半军总部 体验传统的武士文化 在山口主要是挖掘 当年的培养人才的黄埔军校 两个简单的木屋 比当时的北京的京师同文感 那的来讲 培养的成效不一样 那好这是主线 第二个两个点 探访洋欧运动和明治维新的交叉点 第一是长崎 1886年8月 清帝国四手铁家巨舰 访问了海山围到了长崎 山林造船厂维修保养 随手上街去嫖妓不给钱 跟当地的民众警察斗起来 打了一塌糊涂 长崎事件 定远号镇远号是亚洲最大的两艘 八千吨的这么一个炮舰 炮口对准了长崎市 日本人吓一跳 但是最后 日本人认爽道歉 但是呢 明治天王从此就向全国说 他不吃午餐 省下来的钱 要建造军舰 这整个日本就掀起了一股这样的高潮 八年之后 大东沟海战 北洋舰队就被前奸 当年访日本的四艘的北洋舰队 命运如下 独一远号 在刘宫岛被继承 纪远号巡洋舰 在刘宫岛被日本捕获 就编入日本海军 参加了日俄战争 1904年触礁沉没好像是在台湾的澎湖岛 定远号旗舰 被偷袭以后弹尽男爵 自杀 自杀沉没 刘宫禅 死以后自杀 迅国在福岗 有个庙里面还有刘宫禅的一个 康桌的一个小箱子 到现在还在那 定远号的旗舰 郑远号触礁 林泰称因为触礁 引旧自杀 也被日本的捕获 编入了日本海军的乎役 参加日俄战争 后来1912年出售解体 解体之后的军舰 在福岗那个著名试验边上 有一个合适的别墅和大门 全部是由郑远号的残骸所组成 长期事件之后的八年 我们要到长期去 去看一看 第二要去福岗的下关 这是洋务运动的句号 我们到清欢到那个下关 那么这个是呢 要去那里有一条李鸿章小道 李鸿章在那儿散步 被人家干了一厂 那一厂省了大概一个亿银年 春番楼 这带去看 一带是什么呢 我们去看 明智维新工业革命的遗址 主要是在山口福岗 佐贺 长期熊本 鹿尔岛 严守竞刚 我们 想办法得找几个地方 那么之后呢 我们可以考虑呢 想一想了 我曾经跟五夜闪人 用中国新闻周刊的邀请 写了一篇同题作文 至中年 至中年 这说老实话就十年 我们2013年到现在 老杨还在湘江坚守 那么五夜闪人呢 也已经到了 到了啥里呢 到了日本去 在京都开了个面馆 听说生意还不错 我们的这个研读过程 最后呢 要在日本一家 温泉酒店 邀请五夜闪人 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洋务运动和明治武 一些成败比较 还有我们两个人 分别之后的各自十年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这个研读的行列 我们边走边谈 边思考 边成诗 边反省 边前瞻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的研读子里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们来谈带 我们来谈带